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号称非洲动物霸主的狮子 它的幼狮的死亡率高达80% 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有时大狮子不让幼狮食物 有时将幼狮驱逐出群 令它们遭受饥饿 和其他猛受袭击的压运 即使在同一个狮群中 很多成年狮子也经常不和幼狮在一起 尤其在食物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武狮有时会狠心地把幼狮杀死 当作食物地吃了 有些成年的熊狮在饥饿的时候 也会吞食小狮子 据估计大约有20%的小狮子 是被大狮吃了 在生物学家的眼中 这是狮群维持生态平衡的一种正常现象 因为小狮子生长快 5至6岁便性成熟 能够繁殖下一代的小狮子 如果狮群人口大增 而草原上的食草动物有限 那就将会为狮子的整个族群 带来食物不足的严重后果 最终影响到狮子整体的生存 这样看来 大狮子吃小狮子 就是狮群在进行计划生育 控制人口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